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3月10日 在此前的9日一位名为默染实话的微博网友方文提到 2023.03 08在广西出差的苏瑞尔爱未来亦无声的语 并附上了数张图片 其中一张图片格外令人注意 该图片显示赵立坚与一块戒杯合影 而这个戒杯上的文字写着大清国清周界 同日另外的网友也发布资讯提到 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赵立坚老 照在广西东兴巡视边海防一线 附上的视频显示 赵立坚一群人在参观某地 针对赵立坚所去的地方 有网友提到 3月8日 网友偶遇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赵立坚来广西东兴巡视边海防一线 针对此事 有广西当地时事评论人士提供评论提到 现在是两会期间 毫无疑问现任主席将获得加冕 正式确立为连任第三届成功 在过去的习近平的执政期间 众多媒体都提及中国政府的权力 几乎都集中在习近平的身上了 虽然没有称帝 但是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了 赵立坚此时与大清戒杯合照 意味照在攻注习近平的加冕成功 同时大清国的国土面积包括如今的外蒙古 现如今俄罗斯面积的一百余万平方公里 具体是黑龙江以北 外星安岭以南 乌地和与外星安岭之间 乌苏里江以东和库叶岛 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 可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却没有提过领土归还问题 却始终盯着台湾那边的问题 说明了习近平的窝里横呀 习近平既然已经加冕成事实上的皇帝 就要像大清中国国土上的前封建王朝那样保住国土呀 真正的做到领土不可分割 有关大清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清朝正式国号为大清 对外使用中国 中华大清国 大清国 大清帝国等名称 又称满清 皇清 是中国历史上有满族建立的大一统朝代 意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 皇族为起源于明代建州女珍的爱新觉罗氏 清朝共经历十一位皇帝 另有四位建州女珍领袖及一位后 经国大汉被追赠为大清皇帝 国座276年